这一幕落在了岸上一些人的眼中 不由得小声议论起来 不知道邱家来历的人 只当是件仪式来说 那些听说过梅山伯府传闻的人 则在暗地里嘲讽几句 其中有一位看客 不是别人 正是那寄居在中亚乐院中的堂姐 中亚志 他今日特来迎接亲兄中亚浊 后者从家乡赶来 是要为他做壁住的 近日 尹中亚乐要备考会试 嫌他在家中吵闹 就与母亲妹妹商议了 打算送他到有名声的安堂里 寄居些时日 等他考完电视再说 也许就不再接回来了 当初他放中亚志进门 也是因为掌房老仆们 拿着过年团聚的借口 逼他点的头 如今年都过完了 中亚志自然也就没有了 留住的理由 中亚志心慌慌地 找各种借口拖延 眼见着再也无法拒绝了 听说兄长赶到京城 顿时大喜 中亚志从来都是家族子弟中的佼佼者 其他人只有听他号令的份 有他出面 中亚乐想必不好再感人了 中亚志顾不得其他 带着老仆们赶到通州来接人 没想到会目睹了方才那一幕 他从前为落魄时 也曾见过求援 只是彼此并不相熟 他那时认定自己是凤凰命 怎会看得上平庸的梅山伯府的千金 倒是秋元的同胞姐姐 一度被他视作竞争对手 但也很快被淘汰掉了 如今事过境迁 两人的处境已大不相同 梅山伯府千金被皇后涮了一把的传闻 他也听人提起过 知道秋元只怕是走上了他的老路 明明距离梦想得到的身份 只差一步了 却无论如何也买不出去 只能扼腕长叹 想必秋元也会跟他一样 十分不甘心吧 可再不甘心又如何 秋家显然跟钟家一样狠心 竟然如此决绝地对待血亲 钟亚智想到自己 心里不禁一阵灰心 秋家至今还有梅山伯的爵位在 除了名声上差着些 其他样样不缺 秋元尚且要落得如此境地 他能有什么 他想要得到的东西 真的是他可以争得到的吗 钟亚智呆坐半晌 等到钟亚卓在他面前坐下 他还没反应过来 钟亚卓伸手在他面前晃了晃 妹妹 你这是怎么了 钟亚智正正地转眼看他 忽然地落下泪来 他低声地问他 哥哥 我们回去了 好不好 钟亚卓哑然 会事即将开始了 赵伟赵秀对这一场考试十分关注 因为三房的赵坤打算参加 此外还有明知书馆的工作人员 包括一家兄弟中的哥哥 以及另两名读书人 都是考生 就连温泉庄子上的高真 也抽空赶回京城来 他的表兄弟钟亚跃 同样要参加会试 这是新军登基以来的第二次会试 同时也是第一次政科会试 朝野上下都十分关注 皇帝亲自决定试题 点了信任的大学士为考官 为了这一场盛事 朝中其他不重要的事物都得压后再提 其中也包括了皇长子 广平王世子等一众贵胄子弟的婚事 因为礼部需要专心举办会试与电视 抽不出空来管别的了 可赵秀并没有因此而松一口气 因为太后为他准备的叫饮嬷嬷 终于奉旨降临建南侯府 要开始指点他的宫廷礼仪规矩了 太后派到建南侯府的两位教义嬷嬷 一位姓公一位姓左 都是四五十岁年纪 在宫中当差多年老资历了 其中公嬷嬷是太后身边的人 左嬷嬷却是上一局的女官 本身有长级的官位 公嬷嬷年纪虽然不小了 但仍可以看得出年轻时容貌轻厉 他气度不凡 举止优雅 出口成章 显然是位很有教养的女士 他来建南侯府 主要的职责就是指点赵秀的礼仪 并教导他皇室宗室里的规章制度 至于左嬷嬷嬷却是个未雨鲜笑的乐天性子 长相虽然不算出众 但也是五官端正 脸圆圆的 瞧着就觉得有福气 但又不会让人觉得肥胖 他虽然给人的感觉要比公嬷嬷接地气些 但礼仪举止也是无可挑剔的 他是上仪局的长级 本身其实也是熟读诗书之辈 只不过性情开朗些罢了 他负责教导赵秀的宗室常识典故 就是要让赵秀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 把大楚王朝所有的宗室成员 皇亲国戚等记熟 免得他将来做了广平王世子妃 在与人交际时遇到了别的宗室亲眷 却不知道对方是谁 也不清楚对方有何忌讳 张氏十分客气 而郑重地迎接了两位嬷嬷的到来 赵秀跟着他身后拜见了二人 他见两位态度都颇为和气 目光很正 瞧着不像是会刁难人的样子 心里就不由地想起了高真说过的话 他让他别担心嬷嬷的事 说已经打点过了 莫非这两人就是他特地挑中的 不管怎么说 龚嬷嬷与左嬷嬷确实都是很好相处的人 赵秀只陪着张氏与他们说了半个时辰的话 就开始喜欢上他们了 龚嬷嬷的性情淡薄些 但绝对不是孤高之辈 谈话间也不会用自身的学识 给人造成压力 张氏与他交谈 心情十分的愉快 因为龚嬷嬷聊的话题 他全都了解 了解的水平 与龚嬷嬷还是半斤八两 张氏并没觉得自己在学问上 被人压倒了 还能反指点对方几句 同时他收藏的书本还让对方十分的羡慕 另一方面 龚嬷嬷擅长调香 这种事儿 张氏只有虚心请教的份了 不过 龚嬷嬷在丹青上头 又不如张氏了 还说 在建南侯府逗留期间 要多向张氏请教呢 赵秀微笑着冷眼旁观 心里也拿不准龚嬷嬷的学识水平 是否就真的与张氏差不多 又是否真的不善丹青 龚嬷嬷给人的印象 就是一位教养极好的淑女 礼仪规范的模板 本身又书卷气十足 看起来比张氏还要有范 赵秀心里总觉得 她应该相当有学问才是 其实赵秀对左嬷嬷的印象 更好一些 虽然左嬷嬷有时候说话间 带了奉承之意 让人觉得 她是在八戒讨好赵家祖孙 可考虑到她的身份 听她说快到出宫的年纪了 这么做也是人之常情 岁数大了的女官 出宫后 若是没有娘家亲人可依 自身身家钱财也有限的话 多半是需要寻个府地 做供奉养老的 左嬷嬷要是投了赵秀的园 以后说不定就能进广平王府了 那可是难得的好去处 她刻意奉承些 也没什么出奇的 赵秀欣赏她 是因为她既能做到礼数周全 举止端庄 又能不失开朗活泼的本性 十分难得 在后宫之中生存几十年 身份还是地位不高的女官 历经数次公辩政变 也依然安然无恙 自然不是寻常女子 听左嬷嬷的语气 她还懂得烹调 养生 种花 刺绣等许多生活上的知识 就算没有那一身的书卷气 也依然是为学识渊博的长者 还更让人有亲切感 也不是说公嬷嬷就让人觉得不亲切了 只是她那样的做派 跟传统的宫廷淑女非常像 赵秀见过太后与广平王妃中世 举手投足都是那种范儿 端庄是有了 优雅也是有了 可多少让人觉得有些装逼 不过太后与广平王妃中世 装得十分自然 倒没让人觉得他们实在装 反而有一种自然的优雅之感 相比之下 公嬷嬷就略显刻意了些 不过比起赵秀所认识的许多名门闺秀 与高门贵妇 公嬷嬷已经比大部分人都要自然优雅了 张氏就对这种优雅非常推崇 私下对孙女赵秀说道 你可要好好跟着公嬷嬷学习礼仪 平日里你总是乍乍乎乎的 虽学了十几年的规矩 可也就是有个虚架子而已 偶尔露一手 骗骗人是够了 可要常年在贵人们的眼皮子底下生活 用不了两天就得露馅 到时候还不得被人笑话死 这一年里你给我专心的学 什么时候不用别人提点 你就能像公嬷嬷一般行止优雅了 我才能放心呢 家里的事有我 你不必担心 赵秀都愣住了 接着便不由地苦笑起来 当初把张氏请出山来 重掌中窥 他只是想要找人分担一下罢了 没想到张氏如今习惯了 倒反将了他一军 管家不管家的 赵秀并不在乎 可若真要跟着两位嬷嬷 学足一年的礼仪规矩 闷也要闷死他了 可张氏却下定了决心 绝不允许赵秀偷懒 甚至还说服了赵伟来劝妹妹 妹妹如今不过是偶尔进一次宫 偶尔见又回太后罢了 又是外人 即便礼书上有什么舒适之处 太后也不会跟你计较 但你一旦嫁入广平王府 便是太后的孙媳妇 自然少不得进宫尽孝 到那时候 太后对妹妹也会更加的严厉 为了日后安稳 妹妹这一年里 就多辛苦些吧 赵秀只好无奈地答应了 张氏在赵秀的院子后方 特地腾出了一座小楼来 给两位嬷嬷住 既保证了他们各自生活的独立性 又方便他们每日前来 指点赵秀功课 除此之外 两位嬷嬷并不曾带有侍女 张氏就给他们各安排了两个丫头 两个婆子 适合他们日常起居 就这样 赵秀每日清早起来 陪张氏用了早饭 便要去寻工作二人 开始练习礼仪 地点并不在他的院子里 而是选在了花园中的听风堂 那里地方又大又亮堂 四周景致也好 龚嬷嬷与左嬷嬷都是风雅之人 一致认为在美景环绕之下练习 可以保持好心情 听风堂又清静 除了艳客外 基本不会用到 平日也不会有人前来打搅 最合适不过了 自从定下了听风堂 为练习场地 龚嬷嬷与左嬷嬷 就带着人去将那里布置了一番 他们还特地去跟张氏打过招呼 讨要些家具摆设 张氏命大丫头下路 带着库房钥匙 领他们过去挑东西 随他们挑什么 他们就叫人搬了各种常见的家具 包括不同规格大小的座椅 床榻 桌机等等 还有许多茶具 石具 香炉之类的日常用品 将听风堂布置成了一处 及各种用途于一身的屋子 比如正中间的位置 照着公式的模样进行布置 就像是举行正式仪式的场所 东间被布置成了喜居坐卧之处 西间就成了宴席的模样 赵秀进去瞧了 心里有种实境演练的感觉 龚嬷嬷交习礼仪 也确实是从实境演练开始的 最先教的就是走路 也不曾规定什么特别的姿势 他只让赵秀在屋里不停地走路 有时候走得慢些 有时候走得快些 在走的过程中 不停地提醒他 调整自己的姿势与步伐 若是哪里让他觉得不舒服了 他就立刻更改 务必要找到一种 走起来又优雅好看 还让本人不决吃力地走路姿势 除了走路 就连起身坐下的姿势 都得从头开始学起 这都是基础中的基础了 据龚嬷嬷介绍 等学完基础了 就该开始练行礼了 见不同的人要行不同的礼 接见不同的人 也需要在别人行不同的礼之后 做出不同的应对 除此之外 还有吃饭的礼仪 喝茶的礼仪 说话的礼仪 林林总总 十分繁琐 赵秀听了 只觉得用一年的时间 去学会所有这些 还真不轻松 更别说 宗室规章制度 同样十分地复杂 永长了 相比之下 赵秀就比较喜欢 左嬷嬷的课程了 两位嬷嬷的课程 并不是各自独立进行的 通常在赵秀练习作思的时候 左嬷嬷就会开始讲授 她要教导的内容 她负责向赵秀介绍 宗室皇亲里的各种复杂亲戚关系 以及历史典故 并不是生硬地做出说明 而是像说故事一样 娓娓道来 她从太祖皇帝的出身谈起 说老高家的出身来历 太祖皇帝的后宫妃嫔 主皇子之间的关系 与彼此间的明争暗斗等等 许多赵秀从前并不了解的东西 如今听她说完 也就一目了然了 这其中 还有许多是不为人知的密文 通常只在宫廷 或是宗室内部流传 外人少有人知 哪怕是像建南侯府这样 与皇室关系密切的人家 如今的当家人 也未必清楚这些仪式了 赵秀直到今日 才知道 太祖皇帝 为什么会不喜欢先帝 而更宠爱嬴王 却还是选择了 让先帝继承大痛 还有 嬴王生母郭淑妃 原来在太祖皇帝 即将大行之前 曾经意图对先帝下毒手 好为爱子夺得皇位 却被太祖皇帝发现 并制止了 传闻中殉情的郭淑妃 其实根本 就是被先帝奉了太祖皇帝一命 四四的 还有先帝 还是储君的时候 那真的是众口称赞的 温文君子 哪怕才能明显不如兄弟 也依旧有大把老臣支持 赵秀才想 自家祖父老郡公 大约也是这样看走眼了吧 除去宫廷密闻以外 还有哪家王府 与哪位勋贵不睦 哪位公主 跟哪位国公府的姑奶奶 抢过丈夫 哪家宗室女眷 差一点就嫁进了某国公府 这些京城上层圈子里 密而不宣的情报 也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赵秀就这样 每日辛苦的练习着礼仪行旨 快乐地听着皇家宗室的八卦 日子一天天过去 二月会事的结果 马上就要出来了 什么事情 大马上就来 趕位